第2157集 爹,我来助你,九龙神火罩降临 叶鲁尔赤鹤一声,仙手一挥 无尽严盟奔腾,一个巨大的罩子呼啸而出 宛如金钟铸成,通体盘踞着九条火龙杀起腾腾凶悍无比 九龙神火罩一出,当即就有几个地渊殿强者遭到了镇压 身躯被无尽烈火,活生生地烧成了灰烬 洛尔,原来你已经觉醒了九龙神火罩 见状,龙成天惊喜不已 这九龙神火罩关乎到叶鲁尔背后的秘密 乃三十三天鸿蒙至宝之一,拥有非常炽烈的杀伤力 能靠无上天火焚灭敌人 而且神火罩本身也是非常厉害的防守法宝 可谓是弓手兼备 爹,靠过来 叶鲁尔宁神控制着九龙神火罩 只要有这件法宝护身,他和龙成天就不会出事 好 龙成天靠到了叶鲁尔身边 两人有九龙神火罩的庇护,顿时免了后顾之忧 当下联手杀出 龙爪挥舞间,倒倒凌厉的锐气破杀 当下又有几个帝渊殿强者陨落 早知道你有九龙神火罩 帝渊法御给我镇压了 司空烈看到这一幕却是不慌不忙 寄出法御卷轴 顿时间就有一道道的金光 从法御卷轴里释放而出 化作了一把金光锯锤,凌孔砸落下来 是帝氏天的气息 龙成天脸色顿变 从这法御卷轴上面,他竟捕捉到了帝氏天的气息 灰红而浩瀚,如宇宙星空不可仰望 金光锯锤狠狠落下,砸在了九龙神火罩上面 锯锤敲钟发出了巨大的阵响 几乎令人耳膜破裂 在巨大的震荡下 耶路尔和龙成天都吐出鲜血,受了内伤 而九龙神火罩也污名一声 化作流光,顿回耶路尔的体内 帝氏天的法御真气实在太强悍了 耶路尔修为还很薄弱 在帝氏天的气息碾压下 完全不能再释放出九龙神火罩 你们还有什么手段 司空烈冷笑起来 法御金光斥裂,锯锤轰砸 要将两人砸成肉酱 耶路尔和龙成天慌忙躲闪 模样却是狼狈 那金光锯锤砸落在地 领得整个地宫都摇晃起来 在帝氏天的法御真气的笼罩下 耶路尔和龙成天都感到呼吸困难 奇迹致志 原本耶路尔还有天星五绝阵的手段 但此刻却无力施展 帝氏天的威严实在太可怕了 要抹杀两人简直易如反掌 路尔快跑 我来对付他们 龙成天连连咆哮 龙爪捏绝 一缕缕黑气从他体内弥漫而出 不断地呼嚎滚荡着 似乎随时都要爆炸 天魔解体大法 耳赶 司空烈看到这一幕 笑容顿时僵硬 力声呼喝起来 原来龙成天即将要施展的术法 居然是天魔族的独门神通 33天鸿蒙古法之一 天魔解体大法 这门术法通过解体自爆 引发惊天的爆炸 破坏力非常可怕 也不知龙成天是从哪里学来的 以他的修为和气血 一旦自爆 怕是整个地宫都要崩塌 而司空烈一行人 也必死无疑 连渣都不会剩下 迪冤法御 杀 危急关头 司空烈慌忙催动法御卷轴 将第十天的气息 全部释放了出来 顿时间 地宫内金光浩荡 无尽地位弥漫 一缕缕的法御真气 化作了锯锤 长刀 飞剑 枪击 钢叉 辅跃等等 神兵力气 金光燕燕 狠狠地杀向龙成天 天魔解体大法 爆 龙成天仰天爆鹤 一颗龙眼 甩先爆开 轰隆一声 引发恐怖的波澜 一股可怕的爆炸气浪 瞬间席卷而去 爆豪 周围的地缘殿强者 震孔地大叫 慌忙抽身飞退 但还是有几个人 动作稍慢 被爆炸的冲击波 活生生地碾成了碎片 龙成天的右眼 已经彻底爆裂 鲜血狂涌而出 但他的神色 却是无比决绝 没有丝毫犹豫的模样 正想继续自爆 但司空烈的法御真气 已经呼啸而至 无数神兵力气 当头镇压下来 龙成天的身躯 死死地被震落在地面 精血动荡 奇迹紊乱 天魔解体的气息 也彻底地消散开去 爹 叶洛尔先手掩着嘴巴 眼圈通红 大叫了一声 几乎要掉下眼泪 此刻的龙成天 一颗眼珠子已经爆裂 血流满脸 但他也只自爆了一颗眼珠 还没来得及彻底解体 就遭到了司空烈的镇压 在无数神兵力气地碾压下 他浑身龙鳞破碎 鲜血淋漓 模样非常凄惨 快跑 龙成天嘶声大叫 他刚刚爆掉一颗龙毛 震退了地渊殿的强者 现在耶路尔逃跑 还有机会 能跑去哪里 给我杀了他 司空烈力声鹤令 周围的地渊殿强者 再度冲杀而上 为什么 为什么要逼我 耶路尔看着周围潮水般的敌人 还有龙成天凄惨的模样 眼泪终究是滴落下来 终于 他的眼神变得坚决 似乎是决断了什么 脚步一掠 耶路尔踏入阵法 他不再犹豫 正式接受仪式 顿时间 整个地宫都剧烈地摇晃起来 那一座座神龙雕像不断地震荡 在这一刻 所有的神龙雕像 似乎都活了过来 每一座雕像 神龙眼瞳都闪烁着异光 虚空深处 似乎有无尽的龙音声 不断地传达而出 糟了 快阻止他 见状 司空烈大惊失色 知道耶路尔在接受上古仪式 要恢复上古的力量 周围的地院殿强者们 也感到不妙 纷纷提起兵刃 凶悍地朝着耶路尔杀去 然而 耶路尔身上无尽龙威爆发 一条条的锁链 带着恐怖的天灾气息 疯狂地贯穿而出 一个个地院殿强者 被锁链冻穿 顷刻间丧身毙命 天行武绝阵 司空烈瞳孔一缩 确实有点慌了 此刻耶路尔施展的手段 正是33天鸿蒙古法之中 排名靠前的天行武绝阵 有地水风火雷的天觉气息 能引发无穷的天灾 灭杀一切敌人 非常可怕 路尔 龙承天看着这一幕 目光却是有点茫然和不舍的模样 耶路尔终于肯接受仪式了 但他内心并没有丝毫地高兴 因为在接受仪式后 耶路尔的七情六欲都会彻底封闭 以前的记忆也会彻底丧失 等仪式结束后 他不会再认得龙承天这个父亲 也不会再认得夜晨 他将彻底变成一个冷酷无比 为复仇而生的杀戮机器 一座座的神龙雕像 异象更为剧烈 金光弥漫 龙吟呼啸 神采惊天 所有璀璨的光芒 所有古老的气息 全部汇聚在耶路尔身上 耶路尔双眸紧闭 似乎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他感到自己的情欲 自己的记忆 正在不断地远离自己 我很快就忘记我爹 忘记夜大哥了吗 恍惚之间 耶路尔的内心空虚而悲凉 夜大哥 我不会忘记你 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你 耶路尔拼命铭记着夜晨的模样 弹出了一片龙鳞 在自己的掌心刻下了夜晨的名字 在名字刻下的瞬间 无尽黑暗笼罩 耶路尔失去了所有记忆 什么都不知道了 而与此同时 上古的力量也彻底觉醒 瞬息间 耶路尔龙躯之上 爆发出无比炽烈的金光 诸天虚空 无尽世界 似乎有无数神龙在吟场模板 原本幽暗的地宫 出现了一缕缕的锐气霞光 呈现出无比辉弘的大气象 天神镜八层天 在觉醒上古的力量后 耶路尔修为突飞猛进 居然是瞬息间就踏入了天神镜八层天 距离传说中的神地境界只有一步之遥 一条条天星锁链 从耶路尔体内呼啸而出 每一条锁链上面都带着一缕缕恐怖的天灾气息 地水风火雷 五大天觉灾气不断在锁链上滚荡着 整座地宫都摇晃起来 似乎都要毁灭 在以前 耶路尔只领悟了火爵之道 但这一刻 他复苏古老的力量 五爵大道全部领悟了 天灾五爵万法皈依 他的气息简直恢弘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虽然只是天神镜八层天 但依靠着天形五爵阵的威压 他的神通甚至能够碾压上古神地 就算是面对圣祖境高手 也有撼动锋芒的实力 完了 见状 司空烈整个人愣在原地 彻底震撼了 此刻的耶路尔天威浩瀚 无法无天 似乎是执掌诸天灾难的神灵 强大到不可战胜的地步 虽然他的修为 也同样是天神镜八层天 但真正实力和耶路尔相比 差得太远了 跑 快跑 分头跑 回去禀报地势天大人 司空烈回过神来 连声和令 周围的地渊殿强者们 微微地愣了一愣 立即四散飞奔逃跑 然而 耶路尔并没有给他们逃跑的机会 他睁开眼睛 眼神无比冷酷 一条条天行锁链破杀而出 带着无穷的天前神法气息 疯狂地鞭挞而出 全场所有地渊殿的强者 遭到锁链的鞭挞 瞬间身躯破裂 失去生机 沦为了一句句的尸体了 眨眼之间 耶路尔大杀四方 屠灭全场 霸气到了极点 路尔 龙承天呆呆地望着他 只感到自己昔日乖巧的女儿 此刻变得无比陌生 感谢观看